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了个小家定义 从此以后 他便肆无忌惮地压上我 竟用我聪明的头脑 破获了很多命案 我无力反抗 更可耻的是 我还渐渐爱上了他 堕落到要入追沈家 可是就在澄清当天 不好了不好了 老大 不好了 姑爷又不见了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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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陆小白今天早上 坐马师出城了 是 它 大 是 小白 有 不要多管闲事 沈博司又如何 我今天一定要把陆小白带回去 俊悦 别动 你敢 大家有事好商量 好商量 闭嘴 走 俊悦救我 站住 俊悦救我 你为什么抓走陆小白 你无权过问 陆小白是我沈俊悦的男人 你想抓走他 除非先杀了我 沈俊悦 是你逼我的 俊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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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人 犯 反正我恨大方 你真的不用这样 如果你决定了要自由 就不要再绵长 反正爱不多这样 你已疼漫的大方 没什么不能原谅 小白 我错了 这个世界上谁都一样 两个人开始养育了 小白 我错了 爱不是一样 小白 我错了 好 杏州捕头沈军夜 功勋卓著勇武过人 特令晋升 沈捕司 小姐 京城好大 人好多 京城不同杏州 不要乱说话 不要乱跑 知道了吗 小姐 我会很乖的 乖 就不会死皮赖脸地跟着来了 是夫人要相二照顾小姐的吗 小姐 等等我 小姐 小姐 小心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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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花痴 快走 走路的时候小心点 传闻神捕司统领里成器 断暗如神 神目如电 武功至谋 天下无双 武功至谋 天下无双 我倒要看看 鲁山真命 卑职沈君业 参见统领大人 卑职沈君业 参见统领大人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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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是君业 我乃李成器 不是什么小白 还请神捕头看清楚 你就是小白 你若再敢胡言 本捕头将你朱出神不死 你就是小白 卑职唐突 不 请大人讲罪 算了 旅途监心 沈君爷 本统领给你两日时间修正 可有意义 没有 伟卿 大人 大人 带沈木头去后崖庚子坊 是 沈木头 请 那个李承契 真的跟陆小白长得一模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 有没有可能小白根本就没有死 他就是小白 李承契的神态举止气质 和小白迥然不同 而且他对我 也对 一个是神捕司统领 一个出生侍景 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无论如何 我都要彻底查清楚 这个神捕司统领 究竟是不是小白 这 哇 承让 你力气大也就算了 武功还这么厉害 我看这神捕司之中 只有统领大人才能赢你了 大人 大人 你们在干什么 属下方才与魏卿比试了一番 比武较量 点到即可 万不能伤了何妻 是 听闻大人 武功不凡 汉风敌手 属下斗胆 恳请大人指点一押 刀剑无眼 我怕伤了你 那便不用刀剑 执笔拳脚 非比不可 请大人四教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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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和死了 走啊 李承弃的武功 莫非已经到了登风造极的地步 竟然不躲不闪 竟然不躲不闪 属下无能 请大人责罚 先把人放下 是 他是什么人 河北查商赵和 我们怀疑他在朝中勾结某些官员 贩卖私查 谋取暴力 所以才派人盯着他 张不快 就是我们在客栈安排盯着他的人 指导人 双目紧闭 四肢垂直 舌尖突出 颈部两边雷痕八字不交 初步判定 是自已而忘 继续搜查房间 不要遗漏任何信息 是 半个时辰前 赵和回到客栈 属下没想到他会突然自尽 而且 他手上一直带着的玉斑只不见了 来 吃个梨 哪儿来的 房间找的 你就不怕有毒 有什么毒 挺甜的 大人 房间内除了死者的私人用品 别误他误 赵和回来后 一直在张捕快眼皮底下 加之没有在房间内搜出来 想必是留在了外面 班纸上极有可能隐藏重要信息 只要找回班纸 便能顺藤摸瓜 揪出幕后黑手 那我们怎么找 先吃饭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 去查一下赵和近几日的行程 去过什么地方 接触了什么人 现在 可是 我连饭还没吃呢 查了再吃 那能不能吃了再查 不能 好 要不让我去 你留下陪我讨论案情 还不快去 好 客官 您的辣子鸡 吃吧 你的辣子鸡 我心爱的小辣椒呢 怎么了 没事儿 大人 这是赵和近几日的行程图 和直接基础的人 我饿了 去吧 保障 好嘞 消失的班纸 或许与幕后主使 并无关系 试想一想 赵和死了 班纸会落在谁的手中 衙门 若是普通物件也就罢了 但是班纸伴随赵和数十年 非同一般 大人的意思是 赵和将班纸 交给了亲密之人 可是据情报看 赵和在京城没几个亲友 人可以隐藏 关系也可以 我们要找的人 应该就在这几个插行之中 你就是遵纪查行的掌柜 两位大人 请坐 大人先喝口茶 在下就是孙安 不知二位大人 找孙某何事啊 认识赵和吗 大人说的是 河北的赵掌柜 没错 见过几面 聊过几次 不是很熟 敢问大人 赵掌柜 他死了 死了 好 真是世事无常啊 我猜你 得了孝可之症 这 大人会也 很不巧 赵和也得了此症 赵和死了之后 我发现他身体严重消瘦 双下之严重水肠 但是他又很爱吃梨 吃个梨 又随身携带着这六位帝皇丸 所以我敢断定 他是萧可政 引发的神变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时 我就觉得你和赵和有些相像 现在我敢肯定 我 我 我 你就是赵和的 私生子 来 来 来 没错 赵和是我爹 凌死前他把余班纸 给了我 除了这个班纸 他还跟你说过什么 走吧 是 来 哪儿 和我 苏 和尊 是 老爷 东西取到手了 草河这个老东西 竟敢背着我做司章 打开 论语 原来幕后主使是你 护补 吴大人 利用手中的私权 勾结赵和 贩卖私查 谋货暴露 就算知道了我的身份 死无对证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证据 不就在你家中吗 这证据 赵和手上没有 你家肯定有 老爷 吴大人 请随我去神捕寺一趟吧 当初我就不应该 鬼迷心窍 证据 给你 문 赵寺 Mr⌂ 来 ere 不过属下将吴平的人带了回来 魏清正在审问 看来吴平身后还有一个大人物 对了 他们的尸体 大人有所发现吗 对方是谋远虑 根本不可能让我们有机会在吴平 和吴管家身上找到任何突破口 不过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钱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 沈木头今天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是 这小时候被火烧的留下的伤疤 没有伤疤 怎么会这样 谁 小白 君业 你不是小白 你是李承沁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有多开心 我一度以为幻想成真了 我和他真的很像吗 是一模一样 你一定很爱他吗 虽然他不会悟空 喜欢钱 嘴狠毒 喜欢臭屁 经常气 整天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可是我每当遇到困难 陷入险境 他都会及时出现 化解 当在我面前 全心全意 不会生死 呵护我 保护我 我好恨 我没事 我为什么我救不了他 我好恨我自己呀 我好恨我自己呀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了 你为什么板着脸 你为什么 对我这么凶 我好难过 我好难受 大人 经过多方调查 赵和贩卖私茶的获利 尽数交给了吴平 但是 吴家的人好像并不知道此事 赵和和吴平 只是一枚棋子 最后这些钱财 不出意外 会秘密转移到 真正主持者的手里 说说吴六的情况 据吴家人说 这个吴六 是吴平的远房亲戚 三年前就来到京城 跟在吴平身边做事 唯一人沉默寡言 唯一的嗜好 就是喜欢听戏 据他们府里的下人说 他不止一次进过仙云楼 仙云楼 是戏园吗 没错 是京城数一数二的戏园 达官显贵萧京之地 以吴六的身份 偶尔去一次情有可原 但是经常出入 有些可疑 大人 让我带人去调查仙云楼 必有收获 去吧 是 是 统领大人 高陵侯命人送来一张帖子 去准备一下 随我前去 仙云楼 大人 侯爷在楼上 先买 去吧 李成熹 你又迟到了 是他 请坐 李兄 多日不见 别来无恙 很好 这位 莫非就是神捕司 新招入的女捕头 是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是 喝酒 你请我们来 所为何事 叙叙旧情 顺便看看 这位新女捕 你知道 我的好奇心一向很重 另外能入你发眼的女捕头 定有过人之处吧 你何时这么关心 我们神捕司的事情 李兄 我这是关心你 自从你伤好之后 似乎刻意与我疏远 小弟几次相约 你的故作推辞 像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衙门事故繁忙 并非有意推辞 那便好 我还以为 神捕司统领 被人调包了呢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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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兄 请你 请你 这招反秦之术 京城之中 也就只有你里程器用的炉火春青 不会有一点不好 就是你太小气 也不肯交给我 你太笨了 血不会 君子动口不动手 咱们饮酒 一醉放下 李兄 你的手下怎么跟你一样 喜欢板着脸啊 来来来 坐下 一起喝酒 我不善饮酒 好 好 那我自己喝啊 侯爷 发生了什么事 是神捕司的人 神捕司 你的人 来仙云楼做什么 做什么你心里清楚 什么意思 神捕司最近在办一件大案 而你又恰巧约我们在这儿 地点精确无比 巧合吗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立功的机会 我虽贵为高陵侯 却无官无职 整日游手好闲 空虚得很啊 你想要官职 一张奏章即可 不错 不过太无聊的官我不想做 太累人的官我也没有兴趣 只有一个地方合我心意 那便是你的神捕司 既有趣又威风 干活不累 神捕司 不是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 那如果 我向你提供破案线索呢 算不算立功 神捕司 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这不是交易 这是为了证明 我有进入神捕司的能力 没有你 神捕司一样能破案 李承信 李承信 算我求你了 论茶言观色 本侯爷在京城无人能及 那吴六混在仙荫楼众多豪贵之中 实在嫌疑 出于好奇 本侯爷便时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每次来此都会在听完曲后 偷偷去一个地方 仙云楼的账房 后来我派人调查他的身份 知道他是吴平的吴管家 心生疑虑 直到吴平莫名身亡 我便肯定 这是一桩大案 我的机会来了 大人 你怎么来了 把账房钥匙交出来 慢着 好 东家 李承信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会得罪很多人 我只做我该做之事 如有得罪 那便得罪吧 数字猖狂 本将军教训教训你 小小不快 不自量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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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阻挠办案 伤我下属 我管你是什么 互不上属 巫卫将军 一律下我身不死大狱 押下去 李承契 你敢 快走 走 岂有此理 心里的 走 你给我等着 卫青 在 继续搜查查房 走 走 忍着点 我 这儿 你 其实你无需为我挡箭 方才一时清净 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统领大人武功不凡 必不会被暗箭所伤 属下一步可及 下不为力 以后不要这样 大人 替你伤药而已 不必劳烦大人 属下让香儿来就行了 小事而已 那劳烦大人了 是 天 是 是 李统麟简直太帅了 长得好看 武功不凡 为人正直刚硬 最主要的是 对下属爱护有加 简直是全天下 最有魅力的男人了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你的药 大人 我们在账房里 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 还有这些账簿 这里面涉及了 丝茶 丝盐 丝铁等 众多不法买卖 把这些一起送入贤簿 写入贤簿一起调查 是 搜刮了这么多钱财 早顾他们死个千百回了 难怪他们在狱中 咬舌自尽了 大人 你的伤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对了 听说案子已经了结了 这次腐败案 涉及朝臣三十多人 为首的是货部尚书赔还 那大人似乎还是闷闷不乐 这次案件太过顺利了 对了 唐子一说 大人曾经受过重伤 不错 三个月前 本统领些神补司精锐人马 围剿千刃 千刃 千刃是一个杀手组织 神出鬼没形势严密 直到三个月前 我们发现千刃杀手的秘密巢穴 统领大人 已经完成目数 杀进去 走 一场血战之后 千刃杀手被我们尽数斩杀 那我也受了重伤 没有想到 还有如此强横的杀手组织 连申补司都付出了这么大代价 幸好大人之勇双全 一举将对方情杀 军爷 以后你行事要小心谨慎一些 我会的 听说 卫钦经常去找你 找我是假 找香儿聊天是真 香儿 卫钦好像对香儿有意思 他 那香儿喜欢他吗 香儿说为情傻乎乎的 大人 我们是不是太八卦了 你来京城也有一段时日 别总闷在身不私里 闲下之余都出来走动走动 熟悉熟悉京城的人文和景致 是 香儿 好看吗 丑死了 那这个呢 这个也难看 香儿 你喜欢什么 我买给你 军爷 送给你 送给我 大人为什么突然送我簪子 因为你的打扮少了些点缀 不 我不能要 上次你替我挡箭受了伤 这个是我的谢礼 执行公务 受伤在所难免 属下怎敢要大人的谢礼 既然是公务 那便是上次对下属的奖励 这是命令 不许拒绝 这 那谢谢大人 香儿 神捕头都收下了 那要不你也收下吧 小姐收了 我就一定要收啊 这不爱屋脊屋吗 屋你个头 你就是猪八戒 丽承借 你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逛街是吧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在家都快等死了 你 你是不是想出尔反尔 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 今日便去沈牧寺吧 真的呀 好 快说 你给我安排了什么职位啊 暗毒库 暗毒库 文书 文书 你让我去守暗毒库 简直是暴殿天物 你可以不去 你 你 我不勉强 你你你你 我 走吧 好啊 算你喊 文书就文书 文书 你去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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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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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可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据石花馆的人来报 长远宫的小公子死在了馆内 断薛死了 出来 你头补块衣服啊 偷 什么叫偷啊 这叫 同僚互助 回你的暗毒库 别呀 断薛我熟 我能帮你们破案 我 真的是断薛啊 双目冲邪 瞳孔扩张 面色紫轻 嘴角也残留久滋 应是他杀无疑 死者没有中毒迹象 身上的伤共有两处 一 是幼额的钝器击打伤 二是手臂的瘀伤 至于死亡原因 可能是头部遭到重击及时身亡 或者是昏迷过久 导致窒息而死 从尸体僵硬的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 大约是昨夜子时 你还会验尸啊 不过是基本的肉眼判断而已 死者右手有血迹 说明死前有所挣扎 这是 是 还是干 还是 这是上次啊 段轩临死之前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血迹 这应该是造成死者 幼颜伤口的凶器 酒杯上有胭脂 这是楚楚喝酒用的杯子 石花馆招待贵客专用的穷香露 不算烈酒啊 可楚楚却醉了一夜 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 楚楚在说谎 二 酒里被人下了药 簽子 想一想 酒杯里被下了迷药 那下药的人是谁 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段轩死前有反抗 说明没有被迷晕 那最大的可能性 是段轩自己 既然是段轩下的药 而尸体上找不到 那么 看看吧 你肯定知道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 师叔孟子 加在酒里只需要一杯 就能让人昏睡四个时辰 京城之中很多官宦子弟都是用在女人身上 段轩这小子浪荡不羁 有此物情理之状 不是 你俩看着我干嘛呀 我用不到 一秋之河 你 汤子一 你和段轩熟悉 想一想 他最近有没有劫抽什么人 这小子一向目中无人 在青楼厨馆里 看他不爽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猜 这凶手 应该就在这些人之中吧 奴婢处处见过各位大人 奴婢处处见过各位大人 段轩死在你的房内 你如何解释 不管我的事 人不是我杀的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请大人们明察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好 昨晚 昨晚段小侯爷来石花馆 找我作陪 我们在房中饮酒 喝了几杯 我便醉倒了 直到京城才醒来 其他的 奴婢真的不知道 李 李统领 我家楚楚 她向来胆小 怎么可能杀人哪 更何况 对方还是断销侯爷 京城之中 也就你们石花馆的姑娘 酒量最好 喝了几杯就等 糊弄谁呢 楚楚不敢 昨夜我真的是醉过去了 绝不敢糊弄高龄侯 请高龄侯明察 就是就是 我家楚楚最近感染了风寒 身子不舒服 再说了 哪有人杀了人不跑 一直躲在房间里的呀 这不是请等着被抓吗 昨夜段宣来到石花馆后 可曾与人发生过争执 有 谁 有赵公子 徐公子 还有承北的蒋公子 楚楚原本也是陪着蒋公子的 后来 让给了段小侯爷 什么是让啊 那是抢嘛 本统领要知道 一切细节 昨夜 段小侯爷早早来到了石花馆 等着秦星姑娘登台现舞 段公子 好久没来了 您可 快坐 您不知道啊 咱家翠弘等你等的 那俩眼都冒绿光 是啊 好 给您换去啊 秦星 他是石花馆花魁 也是京城第一武器 权贵子弟 趋之若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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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若惊鸿 宛若游龙啊 大草包椅 装什么事 段先生 你做什么 赵公子 不要跟这种草包椅一般见识 徐芳子 你再说一遍试试 怎么 我说错了吗 像你这样久囊饭袋 还好意思做秦昕姑娘的入目之兵 你找死啊你 揍你了 把你了 你干什么 来啊 来啊 谁怕谁啊 几位贵客 上完勿造 几位贵客 上完勿造 上完勿造 有话好说 别上完勿训 下次再收拾你 闭嘴 别指我 赵公子 您消消气 来 您坐 您坐 段公子 别生气 喝酒 后来段小侯爷便闯进了楚楚的房间 赶走了蒋公子 他们三个人 昨夜都留宿在石花馆中吗 不 只有徐公子一人宿在馆内 那陪他的人是不是秦昕姑娘 不不不 秦昕姑娘向来是只卖一不卖身 从来不接客人的 那如此看来 最有嫌疑的是徐公子 徐玉 兵部尚书的侄子 人胖心眼小 大人 昨晚是奴婢侍奋的徐公子 昨夜他可曾出过你的房间 没有 你知道 做伪证的后果吗 奴婢所言句句属实 不敢欺瞒大人 昨晚徐公子很生气 喝了很多的酒 醉得不省人事 是奴婢把他扶上床歇息的 是 大人 难道凶手不是徐胖子 断轩声名狼藉 人赠鬼焰 仇家遍地 昨夜坐在石花馆的客人 都有动机和嫌疑 嫌疑一一排查 排查出案发时间 有在场证明的人 交给我 这件事你确实在好 那是自然 论茶言观色 京城之中 好嘞 把昨夜招客了的妓女 全部召集起来 本侯爷要亲自审外 京夜 我们去还原一边案发现场 来吧 段轩 我认你很久了 你敢打我 没事吧 军严 无妨 继续 我杀了你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段轩额头上的伤在右边 大人的在左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凶手是个左撇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段轩夏明耀的动机 难道不是为了明晕楚楚 满足她的某些变态行径吗 以楚楚的身份和性子 段轩根本不需要下迷药 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是为了什么 或许 和凶手的目的一样 不过 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 为了一个人 案发之时有三个人不在房间里 这三人你应该都认识吧 认识啊 那有没有左撇子 有 上官熙 那个血迹 不就是上官熙的上司吗 李同龄 李同龄 我知道错了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下断宣的呀我 就算是误杀 宁远侯痛施爱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说出你作案的过程 我 他都认了 还需要什么过程啊 每月中旬 都是秦星姑娘现舞的日子 那天他们起争执的时候 我也在这儿 段公子 晚上回去的时候 别生气 我竟然看到断宣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竟然趴到秦星姑娘房间窗外偷看 我是 就一发作 我决定教训教训这个败类 断宣 谁 断宣 上官行情要干什么 干你 草泥祖宗 你是不是我的杀死你 杀死你 我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淤了过去而已 没成效 他竟然死了 你用了多少力道 自己不清楚吗 我 我没用多少力气啊我 他他他他他 体格虚弱 脸色苍白 一看就知道 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是 是 我是有点虚 就算你只是将他积晕 若是酒气上游 导致呼吸阻塞 因而窒息死亡 你依然逃不过杀人的嫌疑 我这 我这 误杀也是杀人哪 上官兄 我也爱莫能助 段轩昏倒之时 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闭上的 回房间的具体时间 应该是 子时一刻前后 段轩偷窥之时 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 我这 我没看清啊我 不过 似乎不是窃席啊 我这 你生气啊 你也喜欢这香水味儿啊 是他 什么是他 上面有淡淡的酒香味 他则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如果断轩被上官熙寄晕 导致窒息身亡 根本不会在床上留下自己 我明白了 凶手是用这个枕头把他捂死的 所以上面有酒香味 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李统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杀人 我抓你 奴家 奴家怎么可能会杀人哪 之前去过你的房间 发现你的衣物都是深色的 奴家 不喜素白之物 可你的手帕是白色的 你穿深色衣裙 分明是想掩盖身上的某些秘密 但就在昨天晚上 段轩偷看了你 发现了这些秘密 段轩 谁 你发现偷窥的人是段轩 你发现偷窥的人是段轩 害怕泄露秘密 在他被击晕之时 趁机杀了他 我 你 在这里 我 不 你 你 我 что 你 断轩 证据呢 还不死心 本统领问过了 昨夜你弹琴之时 手上涂过特使花油吧 用枕头闷死断轩 尽力应该不小吧 你猜 有没有留下痕迹 哈哈哈 不愧是神捕司统领 真是能力超群 没错 断轩 就是我杀的 你身上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为了掩盖 竟然不惜杀人灭口 我也很好奇 李统领 你那么厉害 你猜呀 猜什么猜 我来拖 小心 你 你到底是谁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位师傅 可曾见到有人进来 这位师傅 是 这位师傅 不是 有没有 有没有 那 有没有 军医 军医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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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医 没事吧 没事 这是个冰窖 我们去找找出口吧 人呢 都去哪儿了 我们应该是本困在这里了 都是我不好 我被引入圈套 连累了大人 不怪你 是他太狡猾了 大人 你说秦夕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每一个千人杀手 右手手臂上都一个刀刃烙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 千人的余孽 原来如此 是 他藏在石花馆里 想来是为了接触权贵子弟 打探消息 但在阴差阳错之下 被断轩发现了身份 身为长远侯之子 自然是知道前任的 他被杀前在地板上留下的字 也正是 签字 是 谁能想到 京城第一武器 竟是千人杀手 谁 船上 我可以坚持 你若受粮 会扛不住的 可是 别说话 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好 少主 我们人手禁出 已全城搜索了 知道了 你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 是 大人 你说魏亲他们 能来救我们吗 一定会的 他一定会找到我们 我相信他 是 附近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统领大人踪迹 继续找 是 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想问他 你怎么会有事 你不想摆设 你不想摆设 我家 你不想摆设 我家 俊玉 我好困 好想睡觉 不能睡 醒醒 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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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了小白 小白 小白已经死了 不 不 我没有死 我 我骗你的 对不起 大人 谢谢你 对不起 我的心里只有小白 我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都知道 俊玉 不能睡 我们还 还没成 成亲呢 死了也就死了 死了 就能去见小白了 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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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死的 俊玉 俊玉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月前 我就惨了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你明明 明明就可以能跑 能跳 能走 是吗 因为你见到的是陆小白 而我 才是真正的李承轻 我是陆小白 对 不对 你骗我 我当日七眼看到小白掉落悬崖 你还记得那个离开的马夫吗 小白 小白现在在哪里 在沈补寺的密室 在沈补寺的密室 军医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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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白 我是军医啊 小白 你怎么了 小白 小白 他为了救你 几乎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现在体内寒气侵入 身受重创 只怕难以苏醒 是你 你果然是神不思的人 他是陈锋 是我的贴身安慰 沈军医 如果没有他 你和小白都会冻死在冰窖里 李承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让小白假扮你 主上 李承欺和沈军夜 被人救走了 李承欺 哼 不过是一个冒牌货 没想到 他既然能找到一个 如此出伺的提身 不经武功 智慧才敢也一流啊 李承欺为人奸诈 主上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将他识破 亦不遑多让 终究还是被他骗了一个月 秦夕 本座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需要你去完成 请主上吩咐 当日与千人一战 我双腿尽飞 申不思也损失惨重 至今千人首脑仍在逃 如果让他知道我站不起来 他一定会借机报复申不思 所以我必须要找回小白 在我秘密疗伤期间 替我坐镇申不思 把他们折射他们 折射他们 找回小白 没错 看我的年龄和项目 你应该猜到了吧 你和小白 是孪生兄弟 那那天我在窗外看到的背影 是我 谁 他走了 我本想等千人铲除以后 再和小白相认 但事与愿违 李承七 小白根本就不会武功 你尽忍心让他假扮你 如果千人实施刺杀 小白必死无疑 在没有确认小白的身份之前 千人是不会动手的 只要是小白 你只要给我时间 让我的双腿恢复 够了 你根本是在狡边 你再赌 你在拿小白的命再赌 沈君业 如果鹿小白不同意的话 我们少主也绝不会让鹿小白 当统领 那是因为小白重心重意 小白 他善良 不够你狠 他淳朴 不够你阴毒 你是他兄弟 他当然会毫不犹豫 把你护在身后 少主 这个沈君业竟敢对你无礼 无妨 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喜欢小白 小白 你知道吗 当我在神补寺看到你 一个活生生的你 我以为这是上天对我的倦苦 但是你说你不是 你说你是李承青 我一次次地试探你 但是还是被你否认了 你就像以前一样 这么地呵护我 关心我 但是我不能接受 原来你还是你 小白 小白 我已经失去你一次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了 我求求你 你醒过来 只要你醒过来 所有的隐瞒和欺骗 我统统都可以不计较 真的吗 我终于不用再装李承青了 我鹿小白回来了 我终于不用再装李承青了 我鹿小白回来了 我鹿小白终于回来了 你可不计较 我得真是了 你不要怕 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 你刚才一直在装睡是不是 我怕你知道真相不肯原谅我 你怕 那我呢 我这些日子我不痛苦我不难受吗 我错了我错了 你别生气 你 你可 骗子 沈雪也对不起 军衣 我向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再欺骗你 绝对不让你担心 你 少主 无妨 沈雪你是不是属狗呢 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然后我也做一个记号 省得你以后再骗我 很疼吗 你让我咬一口是谁 没事 小白 李承七说你是他孪生兄弟 对啊 那你为什么自小流落在外 来 这是你爹的灵位 二十多年前我娘临盆 仇家上门将我擒走 我爹拼此追赶 虽然将那贼人杀死 但我也不信掉入了河中 所以你自小便流落在外 我娘因为伤心过度 没过多久去撒手人寰 我爹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隐瞒了我的身份 但是他派出了密探一直在寻找我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变过 直到两年前 密探回消息 说我身处江南 我爹呢 起身去江南寻我 可是没想到的是 沈姆斯竟然出现了叛徒 泄露了我爹的行程 在路上 他被欠人伏击 身受重伤 他把消息告诉了阿契 他把消息告诉了阿契 剩下的阿契 都应该跟你讲了吧 你和李承契 除了武功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你是真不知道 我每天装李承契 有多辛苦 有多累 你都不肯定了 可以了 有多辛苦 我们今天要用来 你都不肯定了 我去给你 你自己来家 你才知道 你不肯定了 我去给你 你们要来 给你 我走 我去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你看到了吧 哇 我每天都要皱着那个眉头 我 你看我的太太腕 我现在就 不是被打 就是在被打的路上 所以 君彦你就 不要再怪阿气了 千任罔顾法度 残杀百姓 而且还杀了我爹 我身为李嘉人 为民除害 则无旁贷 我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 替阿气掌管神不思 让阿气才能好好治疗 尽快恢复 我知道了 千任一直在暗中监视 所以我也一直 没敢告诉你 就是怕 我就怕你 我明白 我不怪你 你还让我加入了神不思 完成了我的愿望 如今我们还能一起并肩作战 对付为祸不浅的千任 我很开心 嗯 那个其实调你入金的人 不是我杀妾 她说你武功非凡能保护我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这就是最幸运的事情 你干吗 李承七 没看到我和你嫂子在温存 你该吃药了 我 她她她说我该吃药了 你该吃药了吧 你这个瘸子 你有本事就过来 我好怕怕 你推轮椅过来啊 你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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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姐 小姐 你在哪儿 小姐 小姐 你快回来吧 小姐 小姐 你快回来吧 香儿 统领大人和神捕头没事了 真的吗 小姐在哪儿 他们已经安全了 过两天便会回来 太好了 你干什么 我有点冷 想多抱抱自己 爹 你放心 孩儿 很快就会完成你的医院了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小心火烛 功夫被杀 表面上是个羹夫 可实际上 是神捕司的暗探 神捕司的暗探 一刀魔红 干净利落 这一定是千人杀手所为 看来他们已经猜到 我是假冒的 知道你没有痊愈 开始向神捕司发难 那次大战过后 千人的余孽并未出击 我选了神捕司 六名身手了得的敬畏 做暗探 去寻找他们的藏匿之地 死去的功夫就是其出之一 他们的身份 除了我 小白 还有陈锋 其他三人都不知道 有人叛变 敌人在暗 我们在明 陈锋 你速速去调查一番 还有告诉其他暗探 是 暗探叛变 你们俩速速先升神捕司 等一下 此次案件中 唐子夷比较可疑 你们两个要小心一些 走 大人 神捕头 你们回来了 让你们担心了 李承信 沈君业 这两天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我都快担心死了 李承信 你不认识我了 对了 那个秦昕 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快告诉我 他是一个杀手 来自千刃 他是千刃的杀手 你知道千刃 当然 经济道最厉害的杀手组织 无视枉法 手段凶残 能逃过他们刺杀的人 屈指可处 唐子夷 你不能再待在神捕司了 为什么 千刃的人已经对神捕司的人下手 你留在这里 很危险 我不怕 再说了 神捕司现在要跟千刃开战 这么刺激的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呀 唐子夷 你武力低微 留下来是想给我们增加麻烦吗 我武功确实不行 但我好歹是个侯爷啊 人脉广 总有一天能用到我的 李承契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听从你的安排 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李承契 神姨 李承契 陈警 戏 堂堂李承契的近身侍尾 怎么如此不小心 庚伏也是你杀的 没错 还有你 刀上有毒 大人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让他们严加防范 沃琴 香儿去哪儿了 香儿 她不是早上去买东西了吗 还没回来 没有 我在后院找不到她 会不会出事了 前任现在盯上了神捕司 对香儿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香儿未必会有事 不过唐子夷说得对 亲人随时可能会对神捕司的人下手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我和你一起去 香儿说 来西施买点银耳 分头找 唐子夷 你和魏清一起去找 好 菊爷 我们去那边吧 姑娘 你瞧瞧这一串 香儿 香儿 干 干嘛 抱歉 认错人了 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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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如同 你就有心情 不停 请不及 你过去 你还要干 干吗 你得你 我得尽了 你ita 那好事 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回沈部司 统领大人 方才有一位重伤的相使 来到沈部司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人禀告 相使 他在哪儿 厅内大堂之中 崔城 怎么样 大人 岂 岂盖偷袭了我 将我打成重伤 他可能 罕 别 崔城 崔城 大人 他是不是 我们沈部司的密探 是 没错 带好相使 那他说的乞丐 莫非 是令你那暗谭 暗谭相继被杀 香儿 堂子一生死不明 看来千人 要主意将我们赶尽杀绝 那香儿他岂不是 他和香儿不会有事的 千人杀人 从来不会隐藏尸体 围卿 立刻带人去南城平护区 寻找乞丐的下落 他叫贾经 脸上已垮黑斑 是 小白 从现在起 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我 知道吗 干吗 还怕千人追杀我 以前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知道你是假的李承器 无所顾忌 知道了 相使死了 乞丐叛变 香儿和堂子一失踪了 陈锋也失踪了 什么 我让他去提醒其他暗谈 至今未归 假如乞丐叛变 那青龙族的祸狼 恐怕也凶多几少 这个千人首领 究竟是什么人 阿七 神补司追查千人多年 难道就是没有一点线索吗 千人出现的时候 正是神补司鼎盛之际 爹和他数字交手 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千人表面上杀人敛财 但其实 神补司才是他最大的目标 你的意思是 千人创立 就是为了专门对付神补司 以这种情况来看 这肯定是嫉妒 仇恨 神补司 秉持公正无私之心 所以在朝野上下多有树敌 所以 还没有查出幕后主脑是谁 不过 千人的首领已经被爹中伤 相信现在已经死了 现在的千人首脑 实际上是第二人 爹的死 便就是他造化的 阿琪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揪出来 替爹报仇 为民除害 小白 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 我现在行动不便 所以你们行事要谨慎一些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神补司 还有你 我的好弟弟 我可记得 我比你多出生一刻啊 你可拉倒了 我不信 反正我是你哥 事事如此 不停不停 网马念经 不停不停 好啦 你们别争了 解决到千人再说吧 你不停 主上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 愚蠢 直接杀了多无趣 我要将李承熙身边最亲近的人 全部抓回来 最后当着他的面 一个一个杀死 才解当初吐我千人之恨 属下已经设下了圈套 等着下一个目标上钩 好 好 下去吧 是 李承熙 我看你还能藏多久 方才京照府的人来报 昌明街一对饭祸夫妇 被人杀死在家中 昌明街 这是霍郎住的地方 这些恶魔 连夫人都不放过 现场还有其他死者吗 没有 不过发现了第三者的血迹残留 可能是陈锋受伤被擒了 我曾对阿契夸下海口 可是我现在一筹莫准 小白 这个也不能怪你 对付凶手又不是你的专长 你又没有经验 何况前日实在是高深莫测 可是我爹是神补啊 我兄弟也是 我呢 算半个吧 什么一个半个的 你在我眼里就是最厉害的 对 你为什么要问我 你自己的 还好 不是 我 那么 是 你 有 你 还好 然后 你 我也有 这样 我 你 是 不减反憎 若非关系如此紧密 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仇恨 我和阿气之前 怎么没想到呢 智者千律 难免有事 我之前和阿气 觉得千人的首脑 应该是一个老辣之人 年约三四旬 现在看来未必如此 很有可能和我年纪一般 大人 我回来了 结果如何 贾经已经逃顿藏匿起来 不过 我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一封信 今晚紫时目封离 若不知 明日说是 情人带走香儿他们 果然有后场 现在离紫时还有一个时辰 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人在他们手上 我们别无他法 军爷 我们一起去会会他们 大人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不过未卿 你留下 如果两个时辰之后 我们也没有回来 你就去找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火 perceived 咱们 我们看 我们下一个钱 还有什么 你们果然来了 人呢 李承契呢 我就是李承契 你瞎了吗 你如果真是李承契的话 那日 我绝不可能逃出石花馆 也绝不可能将你们困在冰窖之中 废话少说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才肯放了香儿他们 很简单 只要李承契来 可惜他没来 唉你们首领不也没来吗 对付你们 可需主上出手 唉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签认 就剩你一个顶尖高手了吧 那又怎样 对付你们绰绰有余 哦 哼 别动 沈君业 放下武器 辅助杀了他 对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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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背叛圣布司 背叛 我为圣布司卖命这么多年 我得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得到 让我做乞丐 让我做乞丐 每天吃康宴菜 这种生后我活够了 千任能给我荣华富贵 我为什么还过这种苦日子 残害兄弟 背心弃业 你一定会死得很惨 我灭了沈布司 我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沈君业 刀剑无眼 你再乱动 我可不能保证他的性命 主上说的没错 你和他 感情很深啊 带走 走 香儿 香儿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放心 他们只是吃了入梦伞 你把我们抓到这儿 是想比李承夕现身吧 没错 到时候 他会亲眼看着你们 一个 一个地死去 靳云 你没事吧 你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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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子爷 醒醒吧 别装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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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来 来 去吧 相貌相同 你們是兄弟 沒錯 好兄弟啊 你叫什麼呀 陸小白 陸小白 好樣的 來 說一下 你是怎麼知道 我的真實身份的 當初你勾結 裴衡 藍慶 臉下大筆錢財 招兵埋碼 後用榮華富貴 使我的暗探叛變 想要徹底覆滅神不死 繼續 你懷疑我的真實身份 所以讓秦昕進入石花館 暗中調查 不料被斷宣發現 你們便殺人滅口 調查之中 你一次次旁交側擊 想要坐實上關係的罪名 掩蓋秦昕 哎呀 真不好意思 都被我識破了 斷宣這傻小子 你的確聰明過人啊 還有 你知道真正的李承契 不會被困在冰窖中 所以 你有假意混到人群之中尋找 為了就是看看我 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承契 唉 就憑這些 當然不是了 還有秦昕的一句話 主上說的沒錯 你和他 感情很深啊 如果不是我身邊的人 如果不是眼光獨到的人 怎麼知道我和君爺的關係 唉 陸小白 你覺得我的偽裝怎麼樣啊 很好啊 非常好 哈哈 能得到你們李家人的讚賞 我實在是太開心了 真是瘋子 有病 湯子儀 聽你這麼說 你們唐家和我們李家 似乎大有淵源 怎麼 李承契 沒告訴你嗎 好 那我來告訴你吧 從 什麼時候說起呢 就從 神捕斯的起源說起吧 三十多年前 京城出現了兩位天才 一個是你爹 一個便是我爹 他們的武功才智都是當勢一流 那時候 朝廷想在三法子之外設立一個新部門 專查重案要案 專捕大奸大鱷之人 你爹和我爹為了爭奪新部門的統領之位 進行了一番比鬥 你猜 誰贏了 很明顯是李統領 不 應該是不相伯仲 真聰明啊 所以 朝廷這麼做是有原因的呀 那你覺得 這樣公平嗎 有什麼不公平的 這就是朝廷 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 放屁 論武功 論才能 我爹哪一爹比你爹差 好好好 那這就是你爹創立千任的原因 朝廷既然選擇了你爹 他能一手創立神捕司 訓練出一批威震天下的神捕 我爹同樣也可以訓練出一批殺手 你神不思畏國為民 那我千任便大型殺戮 就為了一時之爭 為了展示自己的本領 做出如此傷天害理之事 你爹簡直是個惡魔 善人也好 惡魔也罷 我高齡侯只信奉四個字 成王敗寇 自作孽 不可活 你爹都因此而死了 你能不能洗悟一下 我爹雖然死了 但千任還在 我還在 我會繼承他的一步 完成他的宿願 將你們神不思踩在腳下 將你們李家狠狠踩在腳下 瘋了瘋了 徹底瘋了 我現在已經完成了一半 你爹死在了我的手上 你兄弟被我重傷 很快 你和他 也會被我殺死 你們神不思 也將不復存在 你確定你會贏嗎 毫無懸念 我都可以猜到 你是千任的主上 李成器 李成器不行嗎 李成器不行嗎 他猜到又如何 他能找到這裡嗎 大人 李成器來了 王偶 李成器 这次怎么没迟到啊 你的人 已都被我擒住了 好 很好 非常好 唐紫怡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你我注定是死敌 不对 你可以选择过自己的人生 做一个纵情享乐 无忧无虑的小侯爷 住口 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爹不比你爹差 我同样 不比你李成器差 非要分个高下吗 没错 人人都说你李成器天纵奇才 无人能敌 我唐紫怡 不服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是小白给我留的记号 不可能 露小白一路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她怎么可能给你留记号 你懂个毛毛球啊 这还是多亏了 花蝴蝶给我留的百里香 唐紫怡 是已至此 认输吧 认输 你现在虽然掌控了局面 但是他们 还在我手上呢 你想要怎么样 简单 你我决斗 冀绝生死也分胜负 你若胜 我便放了他们 那你若胜呢 我若胜 死的就不止你一个 还有你的兄弟 你兄弟的女人 或许还有我和秦兴 不过这样也好 你我两家便不负这时间 阿七 不要想信她的话 你可以不相信 那你逼我选择 好 我答应你 大人 不可 阿七 小白 我答应过父亲 一定会护你周全 本统 统领今天要与堂子一匹斗 谁都不得插手 李重庆 你还以为 你是以前的那个你吗 我啊 坐在轮椅上 一样能赢你 好 果然是心高气傲啊 那就别怪我胜之不武了 今夜 我就要将你留在千人府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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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腿竟然恢复了 很不巧 刚刚好 那又如何 阿七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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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能解开绳子 老师 我会解不开绳子 没有我解不开的绳子 别动 我输了 痛手吧 主上 把他们全部都带走 好 城王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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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王败寇啊 城王败寇 是 城王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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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要反着来 这叶儿的婚礼呀 才会顺利 还是夫人高明 那是当然 所以说叶儿和小白 终成眷属 不过 这入住沈家 是不可能的了 怕什么 不还有我吗 你 你有什么用 咱们还年轻嘛 一个老不正经的 小姐 好了 老大 老大 不好了 姑爷他 小白又怎么了 他来了 嘿嘿嘿嘿 嘿嘿 小白 小白 我鹿小白来娶你啊 作词 李宗盛 笑着想起年少的自己 了不起的模样